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姑娘 我有点感慨啊 怎么呢 我在想 现在这个年纪也可以上这个舞台了 这个姑娘是00后 00后多大啊 不是用我这个丰富的数学知识掐指一算 啥丰富的数学知识 正常算数都能算出来 正常算数也不太好算呢 多大 这到今年是19周岁 27岁了 27岁是吧 对不对 27岁就急成这样 到这来找对象来了 感叹呐 岁月叨叨 虽人老 现在00后都来到这里了 10年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我记得是70后还出现在嘉宾中 结果你看70后 80后 90后 终于00后也来了 我觉得这00后这是第一人了吧 是不是第一人 应该算了 00后第一个了吧 很勇敢 我们来看看这姑娘有多心急 到这来找对象来了 来 掌声有请姑娘上场 有请 来 掌声有请姑娘上场 有请 谢谢 谢谢 我 我 来 我 我 我喜欢你谈恋爱 买动情歌要替我愿意 买上给你回家去 像我先放置 没有什么用来 但都是个性 把你扫兴 不求闷到无态 这就感觉到 为我这时候好想要交代 找担当初 带来你回家 帮小招招干个火 就是我的帮你 就是你的帮你帮 我要长大面再来 用一杯 就相信 要努力 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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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爽 来自吉林辽园 我的爱情宣言是 00后不蹦迪 就是喜欢找刺激 好 好 00后 哎呀 你别说这脸上是真嫩抽啊 好了 看看灭的谁灯 靳雅你招啥急举手 我那边一溜呢 那个我招急 我现在我这心情我是老激动的 没啥事就挺管帅 叭叭叭叭叭的 最后就是我们一到八号站起来了 好 好 直愣起来 这个感觉我跟你说 兄弟们就一个点咱起耍去 咱们是什么感觉 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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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爽看来你真是给一个到八号都带来了一股爽意 对啊 真爽了啊 那我看看这边吧 一溜的啊 九号燕超 是因为我们这边岁数偏大吗 对 因为我喜欢的人在那边 对 义中人在这边 来 选一下义中人 我看一下她喜欢谁 零零后的姑娘 好 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王爽 是个零零后 今年20岁家住了园 我给我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王单纯 单纯就是为了好听 其实吧 我就是傻 平时对朋友掏心掏肺的 去对象的时候 可以为对象奋不顾身的付出 平时生活中我也干了不少傻事 我曾经和朋友打赌 半夜零点去我们春粉圈的走了一圈 把我朋友吓够呛 我还曾经想去长春 但是兜里没钱 然后我就沿着高速公路走了一天一宿 最后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让旁边路过的一个车给救了 我还特别喜欢吃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八卦子 我每天7点钟下班 回家手势手势就开始扒 一直扒到半夜11点多 几乎天天都这样是 你好 王有才 我现在等我留着是支持这孩子一下 这孩子反而也没上法去 你叫他啥 这孩子 不是那个 他太小了 我就是我都三十一了 然后我把我俩这叉吧 叉得太大 你看刚才我掐手一算 我俩叉十二岁 然后他跟我儿子他俩才叉十岁 你看我儿子十岁 完了他 我看他跟我儿子俩正好 就那感觉 那挺好的 我俩也能玩一起去是吧 你俩玩 你等会儿 我捋一捋 其实我儿子挺喜欢吃瓜子 咱俩是在一起了 你给我儿拔瓜子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咱俩有点乱 听你这话 你不是给自己找媳妇 你是给自己儿子找个玩伴 不是 不是 五号是那天 我说那个美女胆挺大呀 就是敢半夜去上粉卷呢 就酱嘛 主要是害怕也不能说 就是东北人就酱嘛 就好面 是我那俩就是那俩上初三的时候 初三的时候我们家那都是拍电影 拍《南京南京》露传导演 然后就是那天是拍夜场 完了我们去当那临时演员 就去了 晚上晚上回了我就是 那个电影场里我们家 三里多地吧 骑自行车 我就先超劲 我就从粉卷骑过去 结果骑完之后 我整个后膀梗都凉了 太吓人了 真的 我挺佩服你 再我都不敢 就是一去呢 我都发怵真的 主要是我朋友说让我去 然后说那他让去也不能怂啊 这有的事吧 咱可以不怂 但有的事该怂一点还是比较好 哦 你看啊这个刺激啊 好 来看第二个短片 再继续了解一下 虽然我是个00后 但是吧我喜欢成熟一点的 25岁往下我都不会考虑的 像我身边的女孩都喜欢 TFBOYS那样水的小鲜肉 我就感觉他们特别肉质 我就喜欢刘德华那种成熟 有味道的男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 就开始看全城热恋 看了这么多年 睡觉 睡觉 明晓 床 睡觉 小纳 睡觉 学画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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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地追求自己喜欢的男孩 只是我们像猜闷似的 没猜明白是谁 是吧